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以为是他实际完全承认失败 完完全全承认失败 赖清德讲 如果中共指定对象当选 就是不是选总统 是在选特首 我借用这个 借用的原因就是战争与和平 在他借入大选的时候 发的通文就是战争与和平 这是他之前说的 战争和平 我就跟大家介绍这个故事本身了 那战争与和平 这是一个最大的威胁 对吧 你选赖清德就是战争 你选了国民党就是和平 这是这个说法 在这个说法之后 选举结果出来之后 应该是国台办 国台办发表声明 国台办声明是前头的 国台办发表声明 这是正式的 透过新华社 就评价 评价台湾地区的选举结果 他讲说民进党不能代表 上来就是选举结果 民进党不能代表 岛内主流民意 台湾是中国的台湾 选举改变不了两岸的基本格局方向 改变不了 两岸同胞走近走亲 越走越亲的共同愿望 更阻挡不了祖国中将统一 也必将统一的大趋势 战争与和平没了 改成走亲去了 所以这种语调的变因变更 代表着战争与和平是威胁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他失去了自己真正的 就是让他太失望 太失望 太失望那只能 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标 他完全可以能够如何如何 后面他讲了 完成国家统一 立场一贯 意志坚如磐石 坚持一个中国 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 和外部势力干预 与台湾有关政党团体 一道促进两岸交流 弘扬中华文化关系和平发展 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战争消失了 在赖清德当选之后 和平与战争的战争消失了 对不对 战争与和平 那当战争消失的时候 代表着国民党的竞选一切 不代表着民众党竞选的一切 他的基础是欺诈的 因为他自始至终没有战争的概念 他并没有说 赖清德当选了 我们一切就是随时准备解放台湾 我们绝不允许什么 这个呢 没有 什么都没有 他只用了一句说 你当选了 也不代表台湾的主流 那台湾是一张票 一张票选出来的 我问你他怎么能代表他的主流 所以很多人就嘲讽习近平当选 2000百分之百的得票率 那叫只有百分之百才叫当主流 不是百分之百就不叫主流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只有你们家一家是主流 别人都不是主流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正常的国家是百分之百的 没有不可能 那结果他就出现这种场面 这是他的声明 所以我讲的声 我跟大家分享就是说 战争不存在 对吧 战争不存在 然后呢 有一个主流的问题 结果就提到说呢 国内的微博上就冲淡了 所以微博就讨论一下就崩了 崩了之后 他就把微博给封了 现在的微信跟微博 全是娱乐节目 没有任何台湾的 那这里面他讲述说 台湾选举结果 不代表主流民意的发言 太过逆天了 所以无论是小粉红还是反贼 都不认同这句话 所以就变成了冲塔之夜 这里面就讲述了不同的说法 变成了冲塔之夜 大家要知道他讲述就是 这是小粉红 对吧 这是共产党铁粉 都觉得过不去了 那这个东西就代表了 给国内带来巨大的震动 我想说带来 他的承认失败 就是习近平的整个完败 带来的一种冲突 普选现在都不代表民意了 你挖挖 脸皮也厚了吧 让人家也走 没有没有没有的路线 下一次就 下一次王 叫王高飞 领着微博出面 两岸是猪肉了 我唯唯诺诺 40%我重拳出居 我没有 40%是指民进党的得票率 对吧 因为只有100%才叫主流 40%不叫主流 人家 人民主头40% 不代表主流 12到0 你可以封一万个号 所有人去喝茶 改变不了心中的想法 那七人会死吗 都2024了 还用1945年的洗脑宣传 1945年 那是日本人投降之后 所谓的要打 要解放全人类 都是垃圾办 台湾的主流民意 国台办隐藏事实 阻碍国家统一的 这个最大障碍 取缔国台办 给人民一交代 不自欺欺人会死吗 2024了 选举结果不代表 党内民意 难道你代表党内民意 人家是一票一票选出来的 你家嘴里还是人的说 人的语言吗 普选都不代表民意 你家的 你家是个什么东西 是 没 还没到99% 所以就不算民意 你家发言果然出我意料 坑枪有力不敢开平了 这是冲打的 人家一张一张票出来的 你说 这不是民意 不能自欺欺人 之前人家说只是一小撮 现在选举出来了 还不能代表民意 他简直是搞死了 所以在推特上讲 这是一种完全冲塔的表现 那这里面在讲述的 我们再回过头来 再跟大家分享 这个 赖清德的这段发言 对不起再上 赖清德这段发言 就是最后结束这段发言 我还是跟大家重复那段 台湾岛 再回答 回答中共的说 第二条说 台湾岛 是台湾人 给自己选总统 这就非常有趣的 对等的现实 非常 我个人觉得是 非常非常到位的 他们的祝福 我也想祝福 他们的参与 他们的参与 为了加上 他们的参与 计划 我期待 在我们的国家的参与 一起努力 成为 作为2024世界大选年 最瞩目的第一场大选 台湾缔造了 民主阵营的第一场胜利 这场胜利 有三个重大的意义 我们看到今天的结果 有三个重大的意义 第一个意义 台湾告诉全世界 在民主和威权之间 我们选择站在民主这一边 东华民国台湾会继续和国际民主盟友 并肩同行 第一个意义 台湾人民用行动 成功抵御外部势力的介入 因为我们相信自己的总统自己选 第二个 我就要跟大家分享最后这句话 抵御了外部的干涉 抵御了外部的介入 那我们相信台湾的 我们的总统 我们自己选 对吧 台湾的总统自己选 这就是 这是一个非常到位的说法 这个到位的说法 如果你还在说什么要统一大业 什么要台独 台独不存在 台独不存在 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再用台独这个词 这个词你out了 你完全out了 他是在胜选的会议上 明确讲 自己的总统自己选 那么你听不懂这话吗 他讲的是普通话 又不是台语 他也没有讲英文 自己的总统自己选 所以当对台办 国台办再去讲说什么统一大业 就是说明你完了 完完全全的 百分之百的你完了 这代表整个习近平的完派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